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大紀元《珍言真語》的節目 這次我們再次請到公民黨主席 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先生 你好 梁老師最近香港再次很多一連傳的風波 先從監警會的報告先講起好嗎 監警會這個報告其實就真是令人很痛心的 因為我在2000年的時候 至2003年我是監警會的 當時叫警監會的副主席 所以我知道那個警監會 就是現在監警會的前身是怎麼回事 香港警察一直都是要堅持 是有投訴警察科自己查自己人的 這麼多年他都不肯說要給一個外面的組織 來去監察他 而有調查權的 所以所有調查的事情都是警察內部去做的 殖民地時代的總督 他就為了令公眾對於這個投訴警察科 自己人查自己人這個制度是有一些公信力 那他就怎樣呢 他就成立了這個監警會 第一任的主席呢 是當時的行政會議成員 張建利資深大律師 那為什麼要用這麼高規格的人來做呢 第一當然張建利御用大律師呢 他在行內是享負盛名 公信力也都是沒有人會質疑 那而他有法律的背景 加上他是行政會議的成員 即是他是直接在總督 差不多是內閣裡面 而除了主席之外呢 他也都是邀請了很多是極具公信力 有社會上有份量的 所謂得高望重的人 有些醫生啊 因為有時候可能投訴是關於警察打人 有些醫生啊 也都有另外有些法律界的 或者社工這樣都有的 那他就是靠 當時總督呢 就是靠這個警監會呢 是來到 令到一個封閉的 自己人查自己人的 那個制度呢 有一丁點兒的公信力 那換句話說 其實他是用 好像張建利御用大律師啊 或者其他的 就是享負盛名的 一些專業人士啊 和社會言達呢 來到去壓了他們的誠信 下去這個警監會那裡 而令到市民呢 都叫做有些渣渣啦 那這個就是個淵源 那但是由於警方一直都堅持呢 所以這個警監會 或者現在的監警會呢 是沒有獨立調查權的 其實關鍵就是呢 因為他們只能夠是從警務處長 他手上放多少資料給你 你就有多少資料而已 你最多能夠做到的呢 就是我看他的資料 覺得呢 是有些前言不對後語 或者呢 他寫過報告交給警監會的時候呢 就有一些是前後矛盾 我們可以指出一些程序上的問題 是這麼多的 都 就是懲罰那些警員呢 全部都是由警務處去決定的 那麼他都交過報告上來 就是說我現在呢 就會是警戒他 或者呢我現在呢 會寄一個過失 那當我們提出一些 異議 警務處長不是一定要接立的 那麼他可以堅持自己的一個想法 這個就是整個 就是當初叫警監 現在叫監警會的機制 那麼他是有先天的缺陷的 那麼其實當林鄭呢 說要找一下梁定邦去查 用現在這個監警會的機制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已經是 其實這個是武華老虎來的 他是 就是PK等肯給多少就多少 因為他不可以派人下去調查的嘛 也都不可以自己見證人的 就是不可以真的傳召證人 所以當時我已經說 這個是救不了的缺陷 而為什麼我一直都堅持 正如很多香港人都一樣 是要有一個根據香港法例 86章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呢 因為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根據這個法例去做 他是有齊一個法庭的傳召權的 就是很簡單的 譬如現在他那個報告裡面有說 元朗721黑夜 那三個警察就說見不到 有人在那裡打鬥 不過看到很多人在那裡 在那裡吵架 那他覺得群情洶湧 他們兩三個人受不了 那就去找支援 好了 如果監警會 是有獨立調查權呢 你看看新聞片 你看看網上 大紀元那些片 是吧 看看真姐拍到什麼 那可以傳召證人來 看看究竟這兩三位警員 是不是臨陣退縮 其實我記得 當時包括你們的報道 都有說的 就是那兩三個警員 其實走到元朗站 是看到有人 已經出了工具 他覺得自己 受不了 不信 因為不夠 人細孤力弱 所以他就說要去搞增援 但是現在 監警會出的報告 竟然說 沒有人打鬥 我看不到人打鬥 而梁定邦 由於他的先天缺陷 他不可以調查 他說 這就是PK等 告訴我 那我不信他信誰 你聽到他講的 就是 這件事情 就是 我覺得 不單止是 答不了香港人 過去的 那八九個月來 一直 抑壓的 那些 覺得不公義 覺得是你包庇 縱容警察 縱容 這個警察 和鄉事的勾結 這個 其實只是一個例子 其他都有的 比如你說 太子站 831 也你說 比如他現在的結論是說 有一個本土恐怖主義的勢頭出現 那你聽到的 那些記者問 梁定邦主席 喂 你結論來的嗎 他說 不是 本土的這個恐怖主義 不是我的結論 是PK等黨的 那我不信他信誰 所以 我想 這次的報告 一言以蔽之 不單止答不了香港人的疑問 不單止 不可以 是 給香港人覺得 沒有包庇 沒有縱容警察 也都不可以給香港人 找到事實的真相 所以那天我看到林鄭出來開記招 後面那個背幕打著 《香港的真相》的大字 我真的覺得這個女人 真是不知醜 她站在一個叫《香港的真相》的背幕前面 說的每一句都是假話 好了 大家都可能聽到 就是 那時候 林鄭找了五個海外的專家 其中一個最響的 就是那個聲譽最響的 就是一個叫做Clifford Stott的人 她有調查過這些這樣的 警民衝突那些東西 經驗很豐富的 是一個教授來的 以她為首的這五位專家 現在幾個月前 不是劈了炮的 辭職的 那我當然明白為什麼她要辭職 因為她犯不著 是壓上自己的公信力和清譽 是去贏得一個身後惡名 你看看梁定邦主席 就知道了 那她就是一世英明清譽盡喪的 我都很痛心的 因為其實她都是我的前輩 她自己是AO出身的 也都在法律界的行頭 都是深受尊重 她已經70個外的人 竟然臨尾香 這件事呢 這幾個專家就醒目了 一早就迴避了 我不會和你躺這次混水的 我都不需要避免中共 所以她就保持了清譽 好了 現在我們有個期待了 因為這位Clayford Stott教授 她就在自己的推特裏面說了 其實我一直有跟她的推特的 她就來不來就整條推特 就會講講這個調查的問題 她就在出了監警會報告之後 她就第一時間就說了 她就說 既然現在監警會都報告了 我就可以用她報告裏面的一些事實 我可以用我們幾個專家辭職之前 已經搜羅了的一些資料 再進行一個另類的分析 聽她說把這個反送中運動分三個階段 就說6月9日之前就會面世了 我希望這件事是能夠幫香港人拿回公道 但是其實想起來真的很深呼 因為任何一個真的充分問責的 在自由民主國家裏面的政府 如果你自己去委任一個調查 監警會好 獨立專家好 終於的結果就是做到一個去撐警 繼續包庇 繼續縱容警暴的報告 加上被這些海外專家 刮了你幾巴掌 下台很久了 但是這個就是香港目前的現狀 我只能夠說 如果你問這個監警會報告 我覺得就是一個非常之 能夠顯示香港處於什麼狀態 現在中共當然是驚人自講 香港就低到自治 那就沒有了一國兩制了 當然我也不敢說是一國一制 因為現在起碼我還可以接受珍姐的訪問 但是你說剩下多少呢 就是兩制剩下多少呢 我想一半都沒有了 那時候黃之鋒說什麼一國1.5制 我相信到今天 我想1.5就一定沒有了 究竟1.2還是1.1呢 大家有公論 但是我覺得大家也不需要太氣餒 因為其實你如果將監警會這個報告 加上DSE歷史科那個試題 這個楊潤雄局長第一時間向中共下跪 其實這件事情 大家如果認識中共的歷史都知道 很多時候它搞群眾運動 都是由歷史入手的 最出名的大家比較認識深刻的 當然就是文革用海瑞罷官 來開展整個文革運動 加上就是你聽到 又說 一會兒那15位民主派人士 可能其中有幾位 是會被加控一些刑期比較長的 一些叫做煽動的罪 而且會將那條罪轉介區域法院去審訊 那區域法院大家都知道的 最高的判刑是七年的 就不是裁判法院那兩年 其實還不止的 一天之內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發生 那立法會現在的內務委員會 所以就打了大家 我們現在都在暫停中 我們採風港 沒錯 整個香港好像真的禮不惡壞到 是媽媽不認得 大家覺得可能真的很痛心 但是其實我在這個節目裡 我也跟大家講過 我一定要想起一個人 就是這個哈維爾 這個是捷克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 他是一個文人 他是一個私人 他在1979年 就是天鵝勇革命之前的10年 他出了一本書 叫做《無權者的權力》 其實信息 你記住一個已經夠了 他說其實極權 是靠說謊 騙你的 而他是用威嚇 威逼理由 是要所有人 都不斷去重複 這個極權的 那一個信息 但是當人民 是講真話 當人民是要堅持活在真實當中 個個都去做皇帝的身衣裏面 一個指著的皇帝說 哎呀皇帝你赤身露體呀 那個小孩子 其實政權比你更害怕 所以我想就是這樣 其實講謊的人 知道自己在講謊的 正如前蘇聯 有一位作家 索贊尼辛說 他知道自己在講謊 他知道我們知道他在講謊 他都知道我們知道他在講謊 而他都繼續講謊 當大家都是去跟中共那個信息 不斷重複 講假話 講假的話 講假的話的時候 當然 講真話的人 是會被打成疑慮 是被迫害的 但是真話 我深信 最後一定是會勝出的 因為我沒見過在歷史之中 是有一句假話 可以在全時間 握到全部的人 你可以講一句假話 在一個短的時間 握到全部的人 或者在一個長時間 握到小部分的人 但是你不可能講一句假話 是長期握到所有人的 所以當真相出現 等於捷克1989年 天鵝勇革命成功 由捷共的統治 變成後來哈維爾 當第一任總統的捷克共和國的時候 那些跟捷共 去不斷重複假話 不斷生活在一個虛妄 虛假世界裡面的人 就自討抹催 甚至可能收場下場是很悲慘的 所以我其實到這個時候 我只能夠講 但是很多人會問 怎麼做啊 有什麼可以做啊 那我就會用無缺者的權力 來鼓勵大家 而事實上這個鼓勵 是真的正著於歷史 是真的發生了的 真理是一定 最後是會勝出 好的 多謝梁護士的一番真言 我們這個時代是需要講真話的時代 《大紀元時報》也都推出了Patreon的平台 都希望我們的觀眾 繼續支持我們去講真話 可以方便的話就幫我們訂閱 多謝大家支持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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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